有傳中國考慮利用人民幣貶值 來應對貿易戰 昨日在岸和離岸人民幣 一度急跌200點子 不過國家外管局 原國際收支CC長管濤 今天就說有關消息是屬於少數投機者炒作 容易是混淆試聽 試圖趁機獲利 又或者試探政策方向 不希望市場參與者增強分辨能力 防止被誤導 今早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走強 報6.3071對1美元 升43點子 其後國家主席習近平 今早在博奧亞洲論壇發表講話 強調中國不會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標 真誠希望擴大進口 促進經常項目收支平衡 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匯價進一步轉強 曾經升穿6.29水平 另外分析也不相信 中國會將人民幣貶值 升得比較急 到接近6.22水平 中國自己本身都沒有什麼條件 令人民幣大幅升 因為它的經濟 其實都是在最壞的情況下復甦 所以如果是及立的話 長遠來看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不過價位上 就要求6.4、6.5這些位置 就可以做到一些財息兼收的效果 貶值的話 那個關稅一樣是要照付的 而且關稅你付的話 是秘美金給它 所以這個幫助不一定很大 而且貶值的幅度要是很大 所以我想中國是不會用這樣的方法 另外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近日出現回落 一個月拆息回落去到3.54里 匯豐由星期二起 亦都調低人民幣定存息率 以承造一年期人民幣定存為例 由原線最高的3.8里 降低去到現時最高的3.45里 黃良響就預計 銀行下調人民幣定存息率會陸續有利 銀行可能跨年那時 就太過進取 給到的太高的息率 香港那些離外人民幣 大家知道如果 那個人民幣的貶值預期是大的時候 就是因為遠期外匯的價格的原因 是會令到人民幣的離岸的息率 是高一些的 現在的貶值預期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 甚至可能有少少升值預期 所以我想 老陸續續銀行會調低 他們人民幣的離岸的存款息率 黃良響又說 短期不擔心人民幣資金外流 預計人民幣短期維持在6.25至6.37水平